好 今天這部影片呢 蠻有趣的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是 Computex會場了 但今天還沒有進去裡面 我們今天要來聽一場Keynote 所以你看到 這個是這一次 不知道是真的 Hawcome的Keynote Please do not know Among的Keynote 然後這個是報道會場 不過我今天好像來的有點早 那你等一下就來看一下有什麼 然後這個Keynote還蠻期待 因為他應該會講他們 Snapdragon 到底會有什麼新聞 哇 好多人 大家都在報道 然後這個主題是A.I.NEX 然後這邊就是有一些主要的講題 照上的話應該已經講完了 我們的Jensen Huang 然後下午的話是 不知道今天是這一場 所以今天的影片就是會來 帶大家體驗一下 我這次整個Computex 然後我的一個經歷 看一下到底有什麼 新奇好玩 OK 拿到了 然後這邊就是這個 會場的部分 這邊寫著 The Heart of Your PC 進來是不是這一次 聽著Keynote的場地啦 Keynote的場地 哇 整個位置 非常的多人啊 好像也有問題耶 蠻不錯的 這次就來 剛才說他們有什麼新的獲勝 好不好給問他個集體 應該也是蠻有趣的 這個結束啦 算是蠻有趣的 然後最後的QA section 真的是很好玩 那感覺今年重點還是會是在 A.I.Edge 然後還有Edge AI 以及就是 On-Device的AI 就是你可以透過On-Device的裝飾 然後就可以即時的 Real-Time的運行你的AI 然後你可以有比較穩定 就是因為它是On-Device嘛 所以它不會有什麼網路的問題 然後隱私權會是一個蠻重要的一個考量 那我覺得今天來講算是蠻有趣 然後最有趣的是它最後QA的環節 QA竟然有念到我的問題啊 那時候看到它剛入座的時候 就有那個QR code可以填 然後我就馬上就填 然後沒想到竟然我的問題有被選到 然後我就是問他說就是 除了像電動車啊 或者是現在的IoT以外 A.I.M.什麼其他 他覺得是下一個會有爆發式成長的 然後回答是Smart Glass 智慧眼鏡 就算是蠻make sense的 然後也蠻有趣 它感覺超看好智慧眼鏡 其他有問題是關於三星的 因為我知道三星的處理器 一直都是使用它們家的為主 然後都會特製成Fore Galaxy的版本 然後我想知道說 高通跟三星有沒有其他合作 不過那裡沒有被問到 它最後的QA真的是超酷的 它最後的QA竟然是AI幫你整理 然後直接就是用AI把它唸出來 我覺得超酷的超猛的 然後就是有一個device在那個前面 然後它就直接秀這樣 蠻帥的 然後接著就是ComputeX的第一天 先來聽個演講 其實ComputeX應該還沒開始 但是20小時才開始 不過今天就是來逛逛聽個演講 OK好 今天是ComputeX 我的ComputeX是第二天啦 應該是大家的第一天 因為今天是5月20 ComputeX才剛開始開展第一天 那我昨天其實已經有去聽了Keno 所以這算是我的第二天吧 那今天我們要來去的地方 算是一個蠻有趣的地方 而且是一個比較算是 比較難去到的地方啦 因為這個應該是要受邀才有辦法去 那就是要去高通在這個 W Hotel辦的這個展間啦 那每次去W Hotel 基本上之前都是工作的時候 跟老闆就喝酒才會去W Hotel 他們這次應該會展出一些 比較實體的案例 就是比較實際的操作 讓你會知道說這個 SnapdragonX的處理器 可以做到哪些事情 然後它這個負載是怎樣 所以我還蠻期待的 進來這邊就看到這個 寫Snapdragon 我們要去的去8樓 每次在這個W Hotel的電梯 我都覺得好像在夜店的感覺 超級浮誇的 出來就看到這個 你看到Snapdragon The Heart of Your PC 然後這邊就是應該是 報到的櫃台吧 然後就來報到一下 領一下我的Batch 我剛剛稍微聽了一下他們的講解 然後來大家看一下說 這次他們展出了哪一些東西 從進去展間之前呢 我們可以先看到這裡 這裡他們展出他們這隻 有搭載這個 SnapdragonX系列的筆電 超級多台 就像各大品牌大概都有搭載到 然後比較有趣的是這一台 有沒有 Samsung 哇 它搭載的是X Elite 然後就超級多筆電 然後再來進去看一下他們的展間 他們這次的展間展出的東西 真的是超級豐富 你竟然就會先看到這個 The Heart of Your PC 然後就是他們這隻三個主機 一個是X Elite 最高階 然後X Plus和X 然後再來就可以看到他們的展間 他們展間其實展的真的是超棒 就是每一區都有各自 右邊這邊是比較for一般人 然後還有creator的 然後左邊的話會是一些新創的 還有一些給公司使用 像這一區來講 他們主要有趣就是他們的demo一個AI 是有辦法讓你串接outlook 你可以自動創建你的會議 然後並且把它替給你的同事 然後還有一些像是這個視訊的部分 像這種來講的話就是 它會有像是處理說你的lightning 然後或者是讓你portrait比較好一點 整個畫面會比較好一些 所以這一區就是弄得像是一個開會的感覺 整體來講算是蠻有趣 然後再來這一區來講的話 比較偏向文本 這台的話它是有裝載一個叫做writer的一個AI 它主要是做文字上的處理 你可以問它問題 然後就會讀你本地端的資料 他們這次主要都強調的是Edge AI 所以還蠻不錯的 然後那邊那一台啊 現在很多人在看那一台 那台超猛的 它那台展出的是一個Office比較有關的 就是它可以透過它的AI產出簡報 然後邏輯上來講 它們也可以產出視算表和word檔 我目前我是有看到簡報 但簡報其實我覺得還蠻厲害 就是你可以給它一些資料 之後它就幫你產出一份簡報 算是蠻不錯的 再來右邊這一個 這個很遠 這個有沒有看到 這個也是forcreator 它這個就是可以產出一些 無版權的圖片 所以如果你就是不用擔心說你用AI sensor 可能有侵權的問題 就是一個蠻讓人安心的區域 在這一區來講的話 也是forcreator 你可以看到說它整個的setup 就是超級creator 上面直接印有沒有看到Premiere Pro 然後它這邊的話 就是它這一次的RW系列 都有完美的 適配他們的Snapdragon X系列的平台 所以說它的Premiere Pro 然後也有一些自動剪輯的功能 然後像這邊來講的話 這個就是做upscale的部分 它可以把你的解析度拉高 有時候我 像是我來找一些圖片的時候 它解析度比較低的時候 可能你會自己去upscale 這個就還蠻實用 然後這些都是在本地端就可以運行 所以說它不會佔用到你的CPU和GPU 然後這邊來講的話 就是做音軌分離的部分 就是你可以把你冷測 然後或者是樂器的聲音分離 然後這個也蠻有趣的 這個的話 它做的就是 它會去讀取你遊戲的片段 然後把一些比較重要的Event 像是你可能過關了 或者是死掉 像這個就是Gainover 它就會mark出來 然後剪輯成一小段影片 所以如果你是直播主 或者是你是遊戲實況主的話 這個的話應該是蠻實用 就不需要一直把整段的直播看完 你也可以用精華的影片 就是算是一個非常不錯的一個部分 然後再來到這裡 再來我們來看這一區好了 這一區的話 是比較新創相關的 這一區來講的話 這個東西是一個 台灣的新創名單叫Kua 然後它主要提供的就是像 一個一站式的AI Store 就是你可以選擇有各式各樣的AI 然後你可以把它抓進來 到你的開發者App 或者是一般的使用者來做使用 然後還有一些比較有趣的是 像你看這邊有寫出 它這個是LAMA 3B App NPU 就是它是直接使用NPU去做運行的 然後這邊的話呢 這個是有點像是工作流的狀況 它可以讓你創建你自己的工作 像是如果你假設是文字工作者 你很常需要到某個網站上 做一些懶人包啊 或者做一些精華的話 你可以直接指定它說 定期去哪個網站上做哪些事情這樣 像這邊的話 你甚至可以選擇說 你想要跑的大型原模型是哪一種 因為就是跑LAMA 它可能你給它指定 像它這個只要去CNN的Headlight抓資訊 然後它就會跑去CNN 然後就輸出成那個是一個TXT檔 所以說就是一個 讓你在本地端使用這種大型原模型的一個方式 然後也都是跑在NPU上 我覺得算是蠻不錯 然後這邊這款是蠻有趣的 它這個算是一個個人的工作站 它使用的速器是這個 最多可以跑到100B 像剛剛DEMO那些可能都是3B左右 但這個可以到100B TUPS的話是410PLUS超多 但是它的瓦數其實控制還不錯 它最多是到80瓦 所以說它就是一個個人工作站 好像是DEMO今年新推出來的吧 算是蠻有趣的 然後這邊的話 接下來這個攤位的話 它是主要是從工業使用 像你看這邊可以看到說 它是做影像偵測 然後還會去看說 假設是機台當機的話 那個工作人員要多久會到 然後去偵測現在工作的狀況 然後最重要就是 他們還可以透過影像偵測 去反向操作那台比較老舊的機器 好像可以透過BGA的線 然後讀上面的影像之後再去操作 然後接著是這個 這個的話是一個叫做AMILY的AI 然後它主要可以使用 就是它可以去網站上結尋一下資訊 然後寫成一個很像是腳本狀況 但它又不像之前那種什麼 愛見景那種藍 它是真的 它自己裡面有一個瀏覽器 所以其實是還蠻不錯 遇到一些狀況比較複雜的時候 你是不是可以請AI 去幫你做一段簡單的Coding 然後這個的話我覺得蠻猛的 是可能博恩啊 或者志祺其他公司 就在用這個AI來做一些事情 然後節省人力 所以算是一個蠻不錯的 自動化的流程 如果你想要定期上網 去抓一些 數據啊 或者是寄一次Summary的話 這個都可以做的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這個蠻有趣的 這個是一個 自動點餐的機器 它可以讓你用自然語言 去跟它交談 像這邊來講的話 這個語言就可以選擇說 你要哪幾種 那它現在資源好像是26種 那我們就選一個中文 然後再來測試一次 我在減肥 我應該要吃什麼 它就有跑了 我在減肥 我應該要吃什麼 然後左邊的話 就是它Code跑著的一個流程 然後會去讀你的狀況 然後去給你一些餐點的建議 那這邊就已經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沙拉 Food Club Yogurt 哇 看起來真的是太減肥了 然後它這邊是計算機語言 然後到右邊的話 就把它轉成自然語言 然後你說它要給你一些 健康食物的選擇 然後這邊還會再把它的字 轉成聲音輸出給你 所以說就是一個 可以解決你那個點餐障礙的 一個不錯的一個機器 我覺得還算蠻實用的啊 就是有點像是有一個服務生 在專門給你做介紹那種感覺 然後我覺得最猛的是最後這個攤位 這攤位展出了我一直在想看的數據 就是它直接把這個沒有插電的效能 跟有插電的效能展示出來 你可以看到說它們兩者其實是幾乎沒有什麼損耗 然後相較於隔壁來講的話 就會有一段差距 那看這邊的話就這個 Unplug的差異 我覺得這邊來講還算是蠻猛 你看這邊的話紅色的部分就是 Snapdragon的差異 它基本上都沒有什麼太大的減損 如果你沒有插電的話 所以說如果是MD-30 Intel-40 但是X3D是幾乎沒有Drop 這就算是一個不錯的狀況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 它們這一次有適配的這些App 你可以看到說其實它的App是超級多 都已經可以在Snapdragon X CD的平台上去 去做使用 所以說就是不用再擔心說 原生的App是比較少的 而且這次我在聽他們執行上的Tino的時候 又看到說 他們其實在遊戲這一關也算是 我都在努力 就1400多種遊戲吧 因為Falline都要在這邊上 我覺得它算是蠻猛 然後這邊的話就可以看到說 它覺得散熱狀況是如何 下面這兩台機就是一直在跑一些 比較需要複載的狀況 然後它就會顯示出它的散熱狀況 再來這兩台 它其實從昨天的6.9一直在運轉 然後比較有趣的是 它就是在測試它的續航狀況 那這兩台到現在的時間 我剛看1點左右的話 大概已經運轉了18-19個小時了 然後它的電量它有36% 就是一直在播影片 所以說它只能講 Snapdragon X的系列平台 它的效能來講 還有它的能耗的狀況是還蠻不錯 就是大概就是這一次展出的狀況 它們的這個展區真的是 做的算是蠻用心的 就是都可以看到Live的Demo 然後你要問人 他們基本上都會有人來幫你 我覺得還算是蠻不錯的 來玩這個秘密的展監之後就覺得 還蠻想趕快上手一台X Elite來玩看 特別是它現在已經對Premiere是適配了 所以說可以拿來當一台 公共坐機了 我現在最常玩的遊戲就是Adobe Premiere Pro啊 是有點難過 那你們覺得哪一個是你最感興趣的AI 我自己是覺得點贊 真的算是蠻有趣的 到了啊 我進去了 就是這一次的Computex的會場 真的是蠻猛 我們一進來就看到這個哇 是否有點帥 這個如果在房間裡有一台 應該是蠻舒服的一個事情 然後我已經看到我們的 乾爹之一ASUS了 我們現在趕快過去它的攤位 ASUS 來看一下他們今年有什麼新的AIPC吧 然後這一台應該就是A14 它這個重量是超級輕巧 所以說整體的腳是非常適合你外出攜帶的 然後採用的是Celerlumia的材質這樣 然後續航力也是不錯 這次ASUS的這個攤位真的是很猛耶 哇 真是很誇張 很猛 好找到我這裡 A14 像這台的話就是搭載的是AELEE的平台 然後這個摸起來就是超級的輕巧 然後我覺得它的鍵盤設計就是還算是蠻簡潔有力的 特別是觸控板 觸控板的話是蠻到 結果它也特別有一些手勢可以做選擇成 換 像這邊的話你看我在這邊滑動 它就可以調整它的音量 所以它是 這個觸控板就有做一些額外的手勢 然後上方的視訊鏡頭長就像這樣 前面來講就算是一個蠻輕巧的一個設計 你看我這樣一隻手就可以輕鬆拿起來 但不過還是會稍微有點沾指紋 但是這個就是一個還蠻不錯的一個菜式 然後剛剛我有看到一個東西蠻有趣的 這個東西是一個穿他們的特殊色 是他們的S16的系列這個 酷啊 我本來以為它是A14的特殊色 但這台不是 這台是S16 就有這種Bling Bling的那種感覺 這台就還蠻不錯的 它這個A15 Zenbook的字樣 也是有做不太一樣的設計 它這台也是為了展出特別的 這台字的顏色是為了我們 四五月去年展出有做的特別的顏色款 那這個目前的顏色是我們在 Cellumina這個材質上 配合的多彩的顏色 這個就跟A14也是一樣的材質嗎 對一樣的材質 對 那是我們現在在嘗試不同的顏色跟Pattern 就是未來就是有機會的話就再亮彩 但這都是算是特別色的這個 對是顏色 對 它這隻A14有什麼特別的AI功能嗎 主要是Pattern的一些功能 Recol啊還有一些Line Pension 好像這邊的話 它就有是搭載這個Copilot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問它一些問題 像是如果你選這個 幫我撰寫這個草寶的話 你就可以選說幫我撰寫這個A14的特殊 像是輕薄筆電啊 899克 然後是搭載Snapdragon X系列的處理器 然後支援Copilot Part 3D還有AIPC這樣 對 它這邊就有這個Copilot按鍵 按一下就可以叫出這個Copilot 它可以幫你畫畫 所以說你想要做一些會讀 也是沒有什麼問題 就會在右下方這邊有一個 這邊有一個Recol 然後我們有Open Recol 就可以辦時間軸去看你過往 可能哪個時間點做的那些事情 這邊都很清楚的 你看紀念提供 今天的1.21啊 就是它都會記錄下來 對 但還有一個功能是你可以直接採訪 就是管理詞 好 隨便來一個採訪 它就把所有你過往有搜尋過的 這個管理詞的時間軸做 都是把這個下來的 接著我就來到了 做了ACES的攤位 你用到這個LED的看板 就是在比大的 沒有人要比較小 越來越攤 越來越高 超巨大 然後進來的話就看到說 那個攤位找到這樣 然後我記得這邊的話 我想要找的機型應該是 Aspire吧 來 給我看看有沒有 在哪裡 Aspire 喔 這裡吧 看到了 AIPC的單位 好 這一台就是SWIFT的機型 然後它也是有搭配這個Snapdragon的系列 所以說你可以做選擇 然後它也是會支援COPIFAST 然後走就是這種 輕薄的機身這樣子 OK 找到了 這台就是我的目標 Aspire 14 AI 然後這個搭載就是 Snapdragon X系列的處理器 這樣子 然後是14吋的 怎樣講的話 外觀就是走這種商務簡潔風 然後最多可以到 32GB的記憶體 然後1TB的透亮 但是搭載了COPIFT 我覺得這次這個Snapdragon系列主打 就是它會有這個DTSX的音效 然後在前方還會有一顆 這個是麥克風 在這前面 這個位置 這個麥克風它的收音啊 和聲音表現會是他們這次 比較想要強調的 然後螢幕走是16比10的 然後一樣是觸控板 不過觸控板的 矽順感覺就好像比較 沒有辦法貼到這麼大的 然後就是貼到那個 這一次的版本 Snapdragon X系列的處理器 然後這邊這台的話 應該就是16吋的 16吋的話就是稍微大一點 然後一樣 我猜應該也是會有那些AI的VT 像是 拋牌來的啊 或者這個是 Recore Recore的話也會有 可以看整個螢幕的畫面 所以它就是有支援的 然後現在這個Computex的東西 越來越多了 你看連這個 金色山脈都有來 然後這邊還有這個是茶具 這個讓我有點想到那個 UG嗎 也是 靠著機器幫你去 浩插 然後這個 在DEMO這個點菜的機器還是怎樣 所以如果你想喝一杯的話 這邊也是有的 然後等一下我會去逛一下 格蘭利威的攤位 然後這次好像也是找了 蠻多就是很不錯的東西 不只是調酒和威士忌醇 它還有一些 就是五酒精的啊 因為我自己是不在喝酒啊 然後但是還有一些像什麼 貓下去的老闆也有來 所以我想去吃吃看他們的涼麵啊 涼麵應該是很好吃的 找到了Computex中的綠洲了 它是這個 河南立威還有GQ 還有鎮交所的一個休息群 然後這個就有位置啊 然後 非常的舒適啊 他們這個餐廳是貓下去 這個是雞排 我剛才已經吃了他們的涼麵 涼麵非常好吃 然後還有泡米花 這個位置超舒服的 因為他們帶胃 然後就是有一個自己的位置 就不用跟人家擠 然後 非常的輕鬆愜意 然後那邊還會有很多調酒 然後它有 威士忌的醇飲啊 那一些的 他們很不錯 那一區好像是按摩椅區吧 超誇張的 如果這個可以按一下的話 是可以去按一下 你看 雞排 貓下去的雞排 好 好啦 差不多就是今天的影片啦 非常感謝Snapdragon的邀請 然後摸了蠻多 Snapdragon X系列平台的機器 來看很多Live Demo 我自己最喜歡的應該是 WHOTEL的那個秘密展監啊 非常的有趣啊 那就再期待一下 他們這次在9月份的高通高峰會 Porkong Submit 會有什麼新的貨色推出這樣 他們的執行長是說 會有一個非常崭新的產品 對於是我自己也蠻期待的 我猜應該是 下載著手機平台處理器吧 所以說就再盡情期待一下啦 好啦 那非常感謝看到這裡的各位 那如果喜歡今天這批型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點個喜歡 也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啊 這台電梯 竟然壞掉了 我之前討厭走 沒有動的電梯 頭非常的暈啊 那我們就 下一部影片再見啦 喬喬 拜拜